大家好 感谢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 这个对周立波这个案件的关注 今天呢周立波各个方面 包括王志安啊 包括桂圈啊 包括周立波啊 包括唐爽啊 在这个微博里面呢 都没有新的内容出来 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网友的留言 第一个网友呢 他说周立波人品太恶心了 平时里与权贵红通财子结交 出事了 使尿一股脑的往外泼 还越泼越来劲了 知道某某的身份 不能站出来说话 为防止事件知情人 也是唯一清白的唐爽 继续爆料 狗急跳墙 连续几天人格轰炸 多行不易必自闭 这是这个7月20号 也就是昨天 网友的留言 第二个留言 周立波录音证据 证明了一个真相 某某没有要陷害的意思 某某说枪是自己放的 毒是唐爽的 明显是帮周立波 和周立波一伙的 让唐爽去顶罪 某某要是和唐爽一伙 陷害周立波 某某会说这些吗 又说FBI 盯唐爽四年 正好印证了唐爽所说的 为了让他作伪证 拿FBI吓唬他 周立波太恶心了 心机壮 不能交朋友 第三个网友说 哈哈 枪是某某的 毒是唐爽的 涛子多冤呢 白白在美国打了一年多官司 这么重要的证据 也不敢上交警察和法院 因为警察和法院也都陷害他 但是我涛子自有神佑 还无罪回国了 这个网友说 这也算证据吗 又是一段没头没脑的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声音来源于你口中 那个陷害你的恶人 之前恶人的话不可信 现在恶人的话全是证据 还是走法律程序吧 下一个说 怀疑者怀疑那 你去做一份尿检啥的 证明自己没吸毒 不就可以了吗 至于吗 一个叫方儿的网友说 不可思议的剧情反转 该信谁呢 下一个网友说 一个人再蠢 也不会蠢到去喝一个 自己想要陷害的人 说自己是怎样贿赂 别人陷害他的吧 既然某某贿赂唐爽 是为了陷害涛涛 他为啥要和你涛涛 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呢 可不要再说什么 有些人做有些事 就是没有理由来搪塞了 除非某某真是个傻子 要不然很有可能就是某某觉得 因为枪给你带来了个麻烦 想要贿赂唐帮你做伪证 一个叫好好先生的说 毒肯定不是糖的 他不具备吸毒的客观条件 没听周立波说吗 让糖看看某某竟在背后污蔑糖 糖要崩溃了 太难了 下一个网友说 这个料很猛 叫冰冰够24的网友说 大家不要这样对待涛涛 涛涛人生已经很难了 前岳父害他 前妻害他 华季戏团害他 前刑警队害他 关栋天害他 某某卫视害他 很多网友害他 唐爽害他 莫虎害他 某某害他 美国警察害他 他周围的人没一个不害他的 怎么 你也要害他 滔滔编造假录音 逼迫做假证 陷害下唐爽怎么了 不行吗 这是一个讽刺性的帖子 下一个网友说 这个录音 没头没脑疑点很大 但是和唐爽的说辞 联系起来就很好解释了 他说胡杰做局 让他做伪证 这正好证明了一个事实 这个录音就是商量 做伪证方案的录音 另外某某给唐爽 买房的录音 应该胡杰和某某达成的 补偿唐爽的方案 没想到胡杰居然录音 现在截头截尾发出来 太狠了 一个叫一串米的网友说 这个也是剪辑合成的感觉 听起来像是在商量 把毒嫁货给唐爽 反正他又不是个名人 在美国一点毒也不碍事 然后给他买房 给他钱搞定他 一个叫妈说什么山的网友说 幸亏录了 当时肯定已经怀疑某某了 所以留了心眼录了 还真录对了 要不跳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录了也并没有放出来 也没怀疑过唐爽 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怕以后有人反咬一口 唐爽来看看某某 背着你面说的都是什么吧 你还保护他呢 有一个叫大喵的网友说 啊哈哈赞 毒是唐爽的 太小人太恶心了 一个叫兵不兵000的说 周先生不要造假了好吗 不要继续混淆试听了 你上次发布和唐爽的对话录音 唐爽口气都是相当从容 况且唐爽英语没问题 唐若读真是唐的 他完全不会同意搜车呀 他之所以同意搜车 就是因为他刚回美国到时差 完全不知情啊 周先生欲盖迷章 赞唐爽 不要回了一个专心做科研的 下一个网友说 信息量来的太突然太劲爆 我的小心脏呢 这个网友说 周的录音这明明是喜白唐爽的录音啊 唐可以脱困了 如果周和某某没有阴谋 为何要和周商议给唐买房的事 明显这个录音只有周和某某没有唐在 说不通啊 毒是唐的 要替周买房 他们可真是大好人啊 还一起商量 怪不得录音断章取义 有点放全吗 这样呢 就是我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个网友的留言 就是周立波呀 他这次这个放出来的这几个录音呢 我觉得他有可能会给自己惹了一些麻烦 起码呢 从他这个录音本身这个内容上来说呢 你说那个某某呢 第一他就说了那个枪是我的 毒品呢是唐爽的 对吧 然后呢 周立波呢愣要说这个某某是陷害他 这根本就说过去呀 从那表面上他自己公布的这个录音上来看呢 周立波是清白的 他是清白的 然后他到底要怎么样 第二呢就是这个周立波呀 他就是总是在说 某某呢收买了那个唐爽 给了他在杭州给了他十万块钱 在成都给他买了房 是为了收买唐爽 来做不利于周立波的证明 就说这个周立波呢 就想说这个某某呢 是陷害他的 这个枪呢是某某 是那个有意放到他包里面 然后伙同那个警察来陷害他 这个呢 其实他实在是说不过去 唐爽他做不了这个证 没有办法做证 你周立波自己也只是一个猜测而已 你说如果说真如周立波说的 对吧 说那个某某呢 是偷偷把枪放在里面的 那怎么能证明 既然是偷偷的 就是没有人知道呗 就没有人知道 你周立波都不知道 唐爽怎么能知道呢 你没有办法来证明这个证明 再而是呢 你愣说那警察 就是受了这个某某的指使 来拦截你这车的 就是冲着这个 被放在里面的这个枪来的 这完全都是推测 完全都是议测 你怎么来证明这个呀 警察局他明明没有报案呢 他明明没有报案 我之后呢 我还会那个给大家 就是举一些个 北美的一些个类似的案例 来告诉大家 想的那法官是怎么想的 怎么来判 怎么来判案的 警察是怎么是 怎么来做工作的 我会那讲一分析一些个 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来听 就是朱立波就说呢 那个明明在他公布的这个录音里头 他是和某某两个人来密谋 他们两个人来密谋 要给唐爽这个买房子 对不对 那他俩人在一块密谋 给唐爽买房子 目的是什么呀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唐爽出来做证 来证明某某陷害这个周立波吗 肯定不是啊 这说不过去呀 对不对 你俩在一块 肯定做一个证出来 既不会伤害某某 也不会伤害周立波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 既不会伤害某某 也不会伤害周立波呢 我觉得呢 有一个解释呢 比较站得住脚 那就是 当时呢 有可能 这个某某和周立波 合起来 想收买唐爽 让唐爽把这个毒呢 顶下来 但是从唐爽 接受那个王志安的采访来看呢 好像唐爽 不知道这个 好像是没有人给他提出来 让他把毒顶下来 只是跟他提出来了 让他来诬告某某 这个 陷害周立波 陷害周立波 这个呢 怎么解释 我觉得一个解释呢 就是这周立波呀 跟某某两个人 密谋完了以后呢 他会觉得 让唐爽来顶下来 这个毒呢 唐爽有可能会不答应 或者 把周立波想的好一些呢 就是他 就是他善心大发 他要保护唐爽 他觉得这样呢 对唐爽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了 然后呢 他要求唐爽来证明 这个 这个 是某某陷害他的 但是这个呢 也不完全 也不能解释通那个枪 但是呢 他解释不了那个毒啊 他解释不了那个毒 唐爽也说 他想让他证明的 就是说 那个枪 是某某陷害他的 这一点呢 这个周立波呀 也有点那个 你为什么一定 非得说 那个枪 就是某某陷害你呢 这件事 根本就证明不了 你说某某偷偷放在 你的包里 怎么如何来证明 这件事 根本就证明不了 唐爽证明不了 唐爽根本就不知道 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唐爽能知道吗 对不对 和那个警察和谋 然后怎么证明啊 你根本就证明不了嘛 你就顺坡下驴 人家某某已经承认了 说那个枪啊 是我误放你包里面 你就完了吗 这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 这个枪 就完了吗 然后你应该去说那个毒啊 那个毒到底是咋回事啊 对吧 那个某某挺像着他的 在22号的时候呢 这个某某绝对是向着周立波的 给他 我不知道是给他出主意啊 还是怎么样 想把那个毒推到唐爽的身上 想把毒推到唐爽的身上 之后呢 这个周立波和某某 怎么又变有 变有为敌了 而且那么大的一个仇 他不把全部的录音放出来 他不把所有的实情放出来 我们大家是无从所知的 我相信 莫胡也了解整个的情况 但是 莫胡现在没有站出来 没有站出来 好 我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我就跟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一下